大家好,这里是宋师新语 那这一期啊,本来应该上午就发出来 后来呢,发现不停的有新论文搜出来 所以我又重新录了一遍 所以晚上晚了点才发 我们前天啊,讲了一下这个 有很多人在做理论研究的这个验证 也有很多的个人和机构在大学也在做验证 他们都在做的路上 那么中国呢,有几家大学已经出了结果 还有不停的呀,有新的结果出来 那么我们要有始有终是吧 那这些人做的怎么样了呢 我给大家再捋一捋啊 当然我们搜的也可能不一定全 你有什么这个新的发现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把相关的论文的链接也发在下面 我们就先看一下理论研究的这一块 那理论研究这一块啊 又有新的队伍加入啊 那这里面呢,包括美国的、加拿大的、中国的 还有南半球治理的 南半球终于出现一家了 在过去啊,咱们说十几家机构和个人在做的都是北半球的 那南半球终于有了一家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中国的啊 是叫中国的呢 是在叫西北大学 这西北大学的名字啊 有重名 美国也有个西北大学 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北大学啊 其实还是很很尴尬的 怎么叫尴尬呢 他不是西北交通教学 现在西安交通大学啊 很多人把他当成这个西安交通大学 实际上西北大学啊 也是211 那底子还是很厚的啊 但是呢 那当然没有西安交大名记大了 是吧 西北大学呢 实际上是和奥地利的一个院校啊 合作啊 做的一个论文 那么西北大学呢 物理学教授思亮啊 在archive上发表了一篇模拟论文啊 合作者呢 叫carston held的博士啊 是维也纳科技大学的啊 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lk99啊 具有抗词性 那他一定具有超导性啊 就是研究这个论文的框架啊 就是原作者提出的框架来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啊 那当然这篇论文呢 我们也会发在下边 发个链接给大家看啊 这是西北大学的 那第二个啊 我们看一下呃 智利大学的 哎 南半球的第一家啊 就问你想不想看啊 南半球 在遥远的太平洋啊 对岸是吧 我们找到智利很远很远的地方啊 智利大学呢 也是在8月2号晚上发的一个论文 智利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发展中心 呃物理学助理教授Francisco Moniz博士啊 发表了一颗理论论文啊 他关于也是关于LK99 他的结构的论文啊 他是基于这个 冻结生子的计算结果 我们看一下他论文的封面啊 他提出了很多这个 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呃 那么 他说呢 就是说 由于电子生子这个偶合的可能性啊 还需要进行额外的研究啊 这也是一个初步的研究的 这么个论文 那第三个呢 是在美国啊 呃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多伦多大学 有这么一个研究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研究成果 呃 那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多大的这个合作的研究啊 呃 他们呢 就是 主要侧重于呃 用做一个最小的模拟的这个模型 来验证LK99论文的这些原始的东西 那目前看起来呢 呃 他们呢 就是说也得出来一个比较 比较初步的结果吧 呃 就是一个最小的双带模型 我们看一下他论文的封面啊 也是刚刚发表的啊 也是在 8月3号凌晨2点啊 发表的啊 这两所大校的教授合作啊 和他研究生 那讲完这个理论研究啊 我们看一下实际做的实验里边 我们先从韩国开始 呃 实际上韩国呀 现在有更多的大学投入到了这个实验的研究中 那么我们大概算了一下 应该是有 呃 4家啊 除了这个量子能源中原中心外 有4家 呃 今天上午就是韩联系采访 他一个姓朴的副院长说呢 他们在7月初拿到样本了就啊 他们在7月初就拿到样本了 一个一个多月了 啊 他们很早就有合作 实际上在量子能源研究中心 他们的官网上就提出过 他们是有合作的 那么他们说呢 根据啊 合作方啊 这个介绍呢 他说这个样品的本身性质还是不错的 但是重现性差 而且有纯度问题 所以呢 呃 他们现在呢 又在像 这个 李诗培啊 他们要新的样品 啊 但他们现在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呢 这种材料啊 即使不是长文长押的超导体 他也超越了现在所有材料的性能 啊 他还是会很有用的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看一下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声明 韩文那个声明 呃 那现在看起来啊 韩国这几家大学啊 哎 为什么首尔的这几所更知名的大学在前期没有和LK合作 而是更远一点的这个能源工的大学和LK合作了呢 这个就耐人寻味了 我们怀疑啊 这里边肯定还是有相关的这个不能叫学乏吧 还是有这个有一些歧视性的原因在里边啊 我们不是说小人夺君子之父 看起来是是是有可能的啊 那么其他的呢 像我们讲的韩国的其他的几所大学啊 做的研究呢 还正在进行中 还没有出结果 呃 那么这几家大学里边呢 呃 成军管大学呢 在8月3号7点啊 呃 他们就宣布呢 说研究已经进行了30%啊 呃 这是韩国的这个大学 他们的一个声明啊 这三所大学呢 还在进行中 呃 那欧洲啊 就是在欧洲呢 有一个法兰西学院 我们之前说过 他们刚开始实验 那现在呢 这个法兰西学院啊 也有自己的这个结果了 我们看一下法兰西学院的这个结果 呃 法兰西学院呢 是相当于是个人的啊 那他是在法兰西学院啊 那么这个人叫Zo Bear啊 他在推特上有账号啊 他一直在更新他的推特 那么他在推特上宣布啊 他的研究呢 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我们看一下他发的这个推文 最新的啊 最新的推文 呃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个人的研究啊 但是他是法兰西学院的啊 这是他的这个推文 我们看一下 哎 他说呢 呃 他做的结果呢 没有超到现象 他怀疑呢 呃 他正在寻找错误的方向 并且显示有超到像啊 可能不是同掺杂的灵灰石啊 他现在是彻底疑惑了 哈哈 这是法兰西学院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比较有争议的 欧洲的那个所谓俄罗斯科学基因生物研究所 那个ARIS 啊 那这个ARIS 听起来像一个女性的名字 他一度呢 被大家认为这是个假消息啊 就是这个ARIS 是不是在捣乱呢 啊 呃 他的研究呢 就是他第一个一直是假名 然后也有人搜过这个俄罗斯基因研院 说没有这个人啊 那现在呢 这个用户啊 晒出了 呃 他自己的隶属关系和身份啊 他说我是遗传事物研究所 IGBRAS 他说 奥克萨纳 马克西门口博士的手下工作 把他老师给抬出来了 但是呢 呃 这是不是他的真名还不确定啊 但是起码说呢 这个人啊 是真的 那么他也做出了这个实验啊 做到了一定证目 这是他导师的照片啊 不是他的照片 他把他导师给抬出来了 就是说我是真的 这是俄罗斯的这么一个进展啊 另外一个有个新的大学加入 叫林雪平大学 哎 林雪平大学 大家听了以后是不是觉得 怎么像个像个中国人的名字呀 哎 这林雪平啊是个地名啊 还真不是和中国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林雪平大学的这个研究啊 呃 也有一定的进展 在瑞典的这个林雪平大学啊 这叫佛罗里安诺普的这位研究者 他在推特上也发布了他的这个生子计算值 他说如果这个计算成立啊 那LK99的这个原子结构呢 在热力学上是不稳定的 那杰克的这个查尔斯大学啊 也进行了这个研究 目前这个研究呢 他们也是刚开始 还没有出明确的结果啊 他们在推特上呢 也公布了他们现在的一些进展 呃 可以说呀 呃 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参与到里这里边了 那这就是这个欧洲的几家这个机构和个人 他们目前的进展 那讲完欧洲呢 我们就要讲美国了 在美国呢 呃 比较有意思的呢 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 那个那位个人研究者 叫安德鲁麦卡里普啊 他的研究进展 呃 这个安德鲁麦卡里普呢 他在推特上是非常活跃的 很多人也在关注他的号 呃 他是呃 不停的这个买东西 然后呢 加推特 加令并啊 他在8月2号呢 把LK里边那个K 其实金志勋博士的这个领英呢 好友添加了 那么一直在和他们沟通 也一直在不停的买东西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他最新的推特内容啊 那么他最新的也 讲了他的这个进展 这是他的推特啊 这个 那是那是那是独一吧 独师是吧 致命独师啊 现在呢 他把他的工作呢 进展也打对勾了 你看设备反应一反应二啊 这个这些进展啊 都给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现在呢 他是在推特上啊 个人做这个LK99 呃 复线试验 我认为他是一个最火的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讲一下 呃 新加入的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叫 马克斯啊 白川阿尔托啊 这么一个人 他的研究 呃 那么 马克斯白川阿尔托呀 他在8月4号凌晨3点左右 开始呢 不停的更新他的推特 我们看一下 他也发表了 在哥大也发表了 他的一些进展 包括他实验过程的图片啊 这哥们关注的人还比较少 我们也关一下 哈哈哈哈 啊 这是在长岛啊 这是这是这个人在做的实验 啊 还在找找材料呢啊 他还在找材料 这是 呃 马克斯啊 美国马克斯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 智力的啊 我们说智力大学啊 做的这个理论的研究啊 那这就是目前为止啊 我们看到的国外的这些科学家呀 他们在理论和实验上啊 把复线LK99呢 已经推进到了一定程度 回过头来呢 我们最后还要看一下 在中国啊 在中国呢 呃 有哪些新的场景 那这个图可能很多朋友都见过 是吧 这个图呢 其实就是东南大学啊 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推出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 那包括东南大学 他们的领头的导师在内啊 也在网上呢 发表了他们自己的这个看法啊 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误解 史文超导已经来了 不是这么回事 我只是讲一讲 我们的数据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个bilibili的这么一个介绍 但这里边啊 确实是争议是比较大的 呃 包括 有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啊 也在反驳 就东南大学 他们的这个进展 呃 那这里边呢 就是有有几点啊 比较啊 让大家比较疑惑的 一个就是说 呃 他的这个曲线啊 他的这个曲线呢 是不是就是有比较大的问题 呃 当然了 东南大学这个孙岳教授啊 他的视频里边 就是讲的很明白 我们虽然复制了 呃 但是呢 就是这里边呢 我们认为可能啊 会有杂质 呃 那现在呢 呃 结果目前的结果呢 是在 呃 110K吧 就是-160摄氏度长压下 能观察到电阻微零 但是呢 没有观察到这个麦斯达效应 呃 那他们得出结论的 哎 说明这个实验意味着 LK99啊 是有一定的超导性 这个是在国内啊 比较轰动的 多个公众号呢 都介绍了相关的东西 但是呢 呃 有不少反驳的啊 关于东南大学的质疑呢 有一个就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固体量子研究所 对于东南大学LK990电阻的数据提出了质疑 他说呢 如果将纵走标设为线性刻度啊 原来的是对数刻度啊 你就看不到似乎是超导转变的这个急剧变化 所以他们认为呢 250K附近的这个骤件啊 是由于样品的移动造成的啊 一句话就是多南大学这个零电阻测量可能是测的不是材料本身的特性 而是因为操作不当显出了这种假的零电阻 另外一个呢 就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宁与他物理研究中心的这个质疑 他这个质疑也很尖锐 他说这些这个未经证实的archive 这些预印本所展示的物理学的这个发现啊 简直是华天下之大忌 那原论文中啊 就没有明显的超导转变啊 就是我们这个图上看到的啊 呃 他们呢 就是说呃 就说质疑啊 就是说 他说这个曲线和经典的超导曲线是不同的 只是一气的这个 很违影或者是一气的误差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想愚弄人吧 所以现在这个东南大学目前国内做出结果里面呢 比较有争议的或者影响比较大的 就是东南大学的这个论文啊 那这个论文呢 呃 确实是我认为啊 他们做的还是很有效的 呃 起码呢 在直播啊 另外一个呢 这个导师出面 我觉得这个目前啊 研究到现在呢 中国科学家采取的一些态度啊 我觉得都 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推崇的 我愿意露面 那么ROK啊 这两位这个主要研究者的照片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 但低调有低调的好处 但是呃 如果说对公众来说 普及这些知识来说 通过直播一个重大发现 它的影响力可能更大 那当然了 呃 在中国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啊 在研究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上海大学也比较有意思 上海大学啊 也是啊 做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研究 那当然上海大学呢 它的结果里面 连抗词性也没有做出来 所以呢 这个没有做出抗词性的情况下呢 就匆忙啊 就让记者呢 就来采访 所以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我们看一下上海大学啊 这是上海大学啊 接受中国大陆的一家媒体电视台的采访的这么一个视频 哎 哎 他们说呢 我们做出来了 啊 他没有这个抗词性 也没有超导性啊 这是我们做实验的结果 这上海大学的超导团队 大家可不要小看 哎 国家的上海是有一个超导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的 所以呢 后边就很多有人在评论啊 他说你刚做出来就请媒体去采访报道 到底成不成熟也没说 一天到晚就知道蹭蹭蹭 你你私下说不行吧 哈哈哈哈 这个挺有意思的 因为抗词性没做出来啊 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 很多机构其实也都没做出来抗词性 但是呢 好像上海大学就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这个就是比较好玩了啊 那当然在中国啊 其他的这个机构啊 目前来说呢 还没有更新的进展啊 没有更新的进展 除了之前啊 这个居服师大啊 那么做出这么一个情况来说呢 其他的机构呢 还没有更新的进展 但是西北大学呢 进行了理论的研究 到现在为止呢 这就是中国啊 没有个人啊 都是大学啊 对于LK99这么一个研究的这个进展 这是我们看到的今天的一些更新的情况 那讲到这儿啊 我们又得回到这个这个图上 实际上这个图啊 呃 一个是遭到了科学家啊 很多其他同行的质疑 也引起了这个自媒体行业啊 这个包括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兴趣 呃 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 通过直播把科学放到大家眼前的这么一个案例 呃 我觉得无论这个事真或者假 因为他实现了完整的呃 做实验 直播 发预印版的论文 倒是出面澄清 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呢 就我觉得对于呃 普及啊 科学知识 普及就是让引起老百姓对科学知识的兴趣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做这个视频 很多朋友说你就是凑流量 没错 我就是凑流量 但是呢 凑流量的基础是我真心想聊这个话题 我对这类知识有兴趣啊 我真的真的还找到了做那个理论研究的软件 两个系统的软件 我都找到了 甚至还有别的开源软件 找到之后啊 我发现我太难进入了 因为我的数学知识不够 所以下来软件之后呢 有的是需要注册的 需要注册的话呢 就比较麻烦 比如有个什么维也纳的 那个建模软件 另外呢 像NWChamp啊 这个免费开源的这个软件 我也下载了 进行密度发行计算的 后来我问过 搞这个相关研究的化学的博士们 他说老厂你算了吧 你离这个距离还很远 你就不要凑着热闹了 所以呢 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新的消息 至于到底未来还会怎么样 我们会持续更新 那当然我在做这个节目最后的时候 我又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刚才啊我们实际上没有介绍南京大学 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新的进展 实际上南京大学啊 也我给也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这个呢我们专门再录一期吧 就是南京大学实际上在这个事情刚出来之前啊 就有国内最知名的超道研究的科学家 对科学网发表过他的论文叫文教授 文海虎 但他就是谈了一个他的看法 那他说呢 韩国的这个实验呢不像超道 正在重复实验啊 那么这里边呢 他们倒没有说完全的冷落或者是否认 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么兴奋 为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说 那好的 关于石文超道啊 这个子弹飞的情况 我们今天先飞到这 晚上呢 我们再飞一期看看南京大学最近有什么进展 谢谢大家收看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